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网络管理协议 SMMP跟这一个MTP 那关于SMMP的话 这一个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那这个协议简单是一个还挺牛掰的 就是说它是有什么组成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网络设备啊 一般都会支持这个SMMP功能 那有的 满满太低就不行了 然后呢 在这里边我们的设备啊 就是说它的一个网络 它都是可以存储一个类似的 你们可以歪一下头 看一下有一个MIP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一个东西干嘛呢 就是说我们关于这一个网络的情况 它是不是可以吧 刚才全部都对博持挺好的 在这里面就算可以对我们这个协议的信息收集 放在这MIP里边 那这一个有个SMMS是一个实力理解为我们这个网络管理的一个系统啊 它可以通过SMMP协议去找到我们这个代理 然后呢去下获取我们这一个网络型的意义 还有这一个乐器交换机 或者说服务器 它们一些东西的运行情况 那在我们很多的一个网管软件啊 很多都是使用到这一个SMMP协议 还有一个NetComplete一个协议来进行使用的 那我们在这里边就只需要简单了解它是怎么样的工作 就是说我们使用这个MMS系统 就是我们这网络管理系统嘛 那它的话是通过GateRequake 就是我们去获取我们这一个请求嘛 那去向这代理系请求这一个数据 那在这里边我们左右有两张图 左边的V1版本 还有V2C版本 还有V3版本 那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在这里边 我们如果选择是这个版本1 那么一次性只能获取可以理解为一种一个参数 一种参数 那我们像这里 建议GateRequake 那获得一个Report 对吧 那就是拿一个参数 那如果要拿下一个参数呢 它需要发送这些Gate NestRequake 来进行获得下一个参数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里边 比如说想要试制某个参数 那我们也可以下发State 来进行调整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网络设备 它想要一些报错信息 或者说一些告警信息 那也可以通过这个Trop 来进行告诉给我们这个MMS 可以理解吧 那我们作为一个管理员 怎么看到它这一个设备 它是包括了什么东西呢 我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看到这个SNP报纹 我们也不需要 我们是怎么看 是不是都成为一个web页面 对吧 一个类似的一个web页面嘛 比如说给你们看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个软件啊 软件啊 软件啊 其他也可以的 对啊 那比如说像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网络软件啊 那比如说像对一些信息收集 还有对某些操作日志 对吧 那你们看 这个 这个一般它蛮容易收费的 像这个也是一个免费license 三个月 然后呢 就比如说它就可以通过这SNP 去找到我们相对应的这一个服务 当然也不可能 也可能它不仅仅是SNP 比如像这里 我某一个 某一个操作 比如说像这个操作呢 是什么来着 我忘了 你看 看 看这一个操作是属于 文案点台是那个 文案点台是创建 一个云服务器失败的 那我看它的一个确实的一个操作 那 这是成功的吧 哦 失败 你看像这里 我可以看到他们这里 它出现的问题 它都会进行的上报 那我们通过一个portal界面 就是一个web界面 登录到这个smms上 那么我就可以知道 我们所管理的服务器 或者说路由器 交换机 到底是什么情况 出现问题 那比如说像我这里 像我这里的话 这个不用配的 就是软件都自己做好了 它对接了就对接好了 像这一个eSight的话 你们去找 是一个华为那边是可以买的呀 像找金牌甲方之类的呀 啊 对呀 如果你没有那个 这个就可能比较烂咯 那比如说像这里呢 怎么因为 因为什么参数 然后呢 出现什么问题 异常怎么分析 它这个 它用的好像不是smp啊 它用的是一个 另外一个写 这里是net 就是这里就是net吧 然后c-o-m-f netconfig 就是说一般而言 我们就大概用那么几个协议来进行进网络办理嘛 那像这个是应该是用那个netconfig 那可以对我们这一个网络产品进行一个维护 那这一个就是一个类似的一个portal界面 我最多我就搭过刚才像那个环境 刚才那个环境是我搭了 该用的那环境是我搭的 该用的那环境是我搭的 对啊 刚才给你们看到那整套环境就是我搭的 对啊 刚才给你们看到那整套环境就是我搭的 但是整套华为的云迹算私有云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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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像那个frameworld可以揭露进来 还有就是华为 其他的话得用里程代吗 对 那像这里 那他用这个smp版本一就比较弱了 这只能简单获取一个一两个信息 那像是版本二的话 2c 我们可以一次性去获取多个 懂吧 可以一次性去获取多个 那 那 我记得我们在这一个这边 拍的写的比这个详细多了呀 对 其实讲证你们去看都行 那 就像是一个东西 SMP系统包括我们一个网络管理系统 是MMS的嘛 代理进程 对吧 他我们自己的管理信息库 他们管理的对象 那我们就是一直使用SMP协议 在他们两个之间进交互 获取我们相关的一个信息的 对吧 那 比如说版本一 看这里 那我们比如说版本 它报文的话是认为一个IP首部 UDP 然后呢 版本比如说它属于V1 还是属于V2C的 对吧 那还有一些什么是团体名 因为在这里边 我们比如说去获取一些信息 那就使用一些可多的团体名 那如果说我们是写入信息 可以用可写的一个团体名嘛 那这一个 关于它一个报文 就获取Gate 对吧 还有我们这里Gate Next 下一个参数 Safe 试制 Report 返回 对吧 那这个是都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 在这里呢 关于版本三 跟版本一 跟二C的一个区别 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版本三里边 是增加了个身份验证 那我们就说可以去使用 这个带安全的一个参数 requit 去请求 获取我们这些信息 并且在范围参数的时候呢 属于一个安全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有加密的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简单了解就要到这里的行为 对 那比如说像ISIS 你可以发现 这里没有 这里没有 这是Rooter 等等 OSP看到这边 不是Rooter 这里AR77有的 不用的 这一个配置配起来就比较浓 比较复杂了呀 这配置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你们可以这里去看一下 但我们其实这里是不要求配置的 这个东西 就是 怎么说呢 还是比较麻烦的 有简单了解 有这么一个东西就行了 一般而言现在很多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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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是多少 对吧 团体名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这里是配置 如果发送这个告警或报错一个主机 是5SA 那关于它端口号 我们这里有默认 那有的呢 也可以去修改 我们也可以去修改它 是个其他端口号 然后在网管那边去接入 就把你这个地址 跟你的版本写上去 还有一个输入 就我们这里指定好就OK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其实 对 但是这里弄起来 还是比较复杂 像你们去看这个PPT啊 东西就真的这么多 像NP的时候 无所谓 像NP的时候又简单说到SMP 那个配置 那个配置量 那 没有 之前的也有啊 区域器没变过呀 就换换了图标 为什么你们都感觉什么印象都没有呢 对啊 这个其实 那 没有吗 没有吗 没变过呀 就logo变了就它的图片 变图片变了一下而已啊 好 那NTP呢 大家都熟啦 什么东西啊 就其实是我们关于这一个 我时间就时间的一个同步的嘛 对不对 那关于这NTP协议 我们在这里边就是主要 比如结构 它是怎样的呢 被我组时间服务器 二级时间服务器 它什么乘数 那在这里边 我们 乘数越 这个数字越小 代表它这个服务器越精准 对不起吧 就是我们在这里边 相当于乘数 这个数字大的 要去相信这个乘数小的 对不起啊 好 那么 这一个原理 就是说我们 在这里边 我发送个NTP发文给你的时候 我会携带上 我现在时间是多少 我现在是属于 10点 对吧 那到这边的时候呢 接收到 那干嘛 打上一个时间 那打上一个T2 那自己是接收到 那处理完以后 我处理完发出去了 又发出去 又再加上一个T3 再加上一个T3 然后呢 回复的时候 我们在对应时间 是在多少 属于10点 03分 这个00分 03秒 对不对 那在这里边 就有四个时间 报文里面有三个时间 报文三个时间 总共是 总共用了四个时间 那对吧 就我这边发过来 会有 先进来 会加一个 接个时间戳 发出去 接个时间戳 我接收到 我只看了 只看了 都可以理解 那这里你们可以发现 我这边的是10点 这边是11点 但我们需要一个同步 对不对 那这里就用到一些数学计算了 就我们 那个算法 反正 发现数学已经都完美了 拿去了 MTP 找到配置就可以找到他的一个原理 基本原理 你看 首先 我们 发送间 离开时候 写上一个时间戳 我这边的T1 到达的时候 公布器属于T2 对吧 然后呢 在发送之后 再增加一个所谓的T3 出来 一个T3 然后接受 在T40刻 收到报文 那我们 相当于MTP课动 可以有四个参数 T1 T2 T3 T4 那我们 关于 之间的延迟 怎么算呢 T4 减T1 减掉T3 减T2 然后呢 这里边 再去 共同除以2 一个来回 就一个延迟 好 然后呢 像我们 两边的时间差 那就是 我们 根据T4 它的一个时间差 就等于我们T3 加延迟嘛 那我们前面 可以算出我们相对应的一个延迟是多少 那下面是不是可以算出它们的一个时间差多少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差就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差来调整我们相对应的这一个时间是多少了 所以 所以 这个算出来的话 就是感觉计算会比较麻烦一些 至于它的配置呢 都不难 因为我们在这里边 相当于是先试制我一边做NTP服务器做一个主持中 对不对 那默认这里就是有了 NTP 对吧 那我们这里 比如说 我们 那这里 开启作为我们一级一个服务 那它自己说它已经启动了 对吧 那我们可以去指定 比如说什么 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指定认证 你整理认证 它还可以指定我们所对应的一个陈述是多少 各位理解 那么 我们做的是单波发送给对应题是谁 或者说 单波发送给哪一个server 那这里 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个配置举例 像这一个对应题的 这里边呢 我们 有三个设备 其中 RTC通过网络和标准时钟是同步好的 由于业务需要 需要RTC跟RTD跟RTE都同步到这标准时钟 那我们把这RTC作为一个主时钟 对吧 那这里怎么做 配RT例子是一定要的 对吧 然后呢 设置了它的陈述为二 就相当于它把我们主时钟 对外的 就是我们这些国际的这一个RTC服务器 达成这个陈述一 那这里是为二 可以理解吧 那假设我这边跟他做一下 RTC server对吧 然后呢 现在陈述 比如说我是也是第二层吧 然后呢 我们RTD指定它作为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那我这这里边 其实我这个是为指定它作为我服务器 但是 我这边我还没调 这边的话我现在时间是多少 我时间是属于6月9号14点33分 对不对 假设我把在这里边 那我可以调整 那我可以调整 比如说我的NTP 单波对人体 就单波去找这个人 比如找10.1.12.1 是吧 真的 看能不能调一下时间 不过记得这个时间之前调了一下有点问题 是 感觉还是有些问题 比如现在是可能15点 三四分 30秒吧 2019-6月9号 就这个是网了一个小时的 对不对 是网了一个小时的 NTP 那指定我们这一个服务器是谁 对吧 然后它的一个IPP留守 单波P或P都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 10.1.12.1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记得我配了好多属于BFD报文了 把BFD报文看 没开了 那就行 对 我记得这个是会有点响应的 对 我连个东西 怎么连个动静都没有 对啊 少它是会爆出个东西来了 只有啥都没有 状态 那把我乘数调低一点吧 再调我乘数 三层 这时候看一下 没变 这边 NTP server 这边是已经开了的 这边已经开了的 NTP真的是没什么 可是真的没怎么去配 没你熟 这个 是怎么配的行李啊 它验证了 看一下 服务器是它陈述 这是它一个认证 然后密码 这里是密码是Hello 然后它一个Key ID是16 然后这边指定Key ID 接着我们认证开启 然后指定 然后在这边我作为广播客户端去获取 对我作为客户端 就这里的话它是在接口下 NTP的一个客户端 NTP 广播获取 服务 这边有几个时钟 嗯 这边还写是这边写的课端 写错了 NTP NTP 这是扣端 暂时还是没有动作 我记得之前搞这玩意儿 还跟时区还有一些冲突 就是它冲不过来以后时间是变了 但是呢 这时间还是不大对 所以 这个 对 还不如分配时间 这里是跟1021是已经重不过一次了 大家重不过一次了 但这里似乎没什么动静 对 这里的话是 并且说是已经同步了 它是已经同步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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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余生同学声音怎么样 现在这里新的 我这边也改一下 行 我这边也改一下 改早一点 12点 2019 6月9号 6月9号 没什么动作 周报这里很久很久很久之前有那么一个 是属于我广播去获取的一个 广播最后端去获取 没问题啊 这边 这边 会不会有接口 有没有拍地址 拍地址 拍地址 10.1.1.2 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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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围了一会 也是一样啊 嗯 哎 没超过来 还是没动作呀 口下重新获取一遍 嗯 这个NTP 基本上是个东西是别人配完后就不用去理他了 基本看都不用看了 哎 感觉像这些 很 怎么说算是很细节 没什么用的 哇 拿起来完全忘光了 但是像 你们先问我像那个什么MPLS 嗯 MPLS怎么配 很高兴 我们这个是在这个是在基础的设备这里 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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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开启 这是漫影开了 SERVER 单波对人体 单波服务器 我这边也是指定他做我的服务器了呀 最大轮巡 最小轮巡间隔 折一下轮巡间隔 UNICAS 服务 10.1.10 12.1 然后呢 密钥全重 原接口版本 嗯 没得条 哈哈 没得条 看一下这里 这有条时间的 是一个是调认证才有条时间 另外一个也是 时间指定完以后 都是可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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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命令不支持 很失落 就这样 就我们大概知道 它是怎么算的就行了 那我们NTF 这个ASF跟ASR可以共同使用 保证我们业务 联系引擎正确的时候 为什么 两个是互测的 只能开一个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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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